我們現在來介紹科興均質定理 科興均質定理 簡稱Cauchy C Mean Value Theory CMVT 現在我把這個定理的內容的話呢 給各位同學做一個解釋 那各位同學要注意的是裡面的條件 科興均質定理其實就是均質定理的一種推廣 原來均質定理指的是一個函數 現在我們把推廣成兩個函數 這裡假設F of X看GX的話呢 在區間各位同學要注意的是 在這個AB这是一個open interval 就是開區間是可微分的 而且在這個地方是中瓜湖的 這是B區間 B區間就是包含了AB的兩個端點 它是連續的 那麼條件在這個之下 我們還有要求說G的微分在AB之間 那這個是什麼呢 for all這個地方是 這是for all for all X在AB之間 它的微分都不會為0 則這個很像 這跟均質定理一樣 存在這個地方 存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exist 我們存在什麼呢 存在一個C 屬於AB 這個屬於的符號 各位同學應該都知道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屬於把它顛倒過來 這是such that 所謂的使得有一個這樣的算式 這是均質定理的一個推廣 那麼我們大概的去對它做幾何的解釋 是這樣說的 AB的話是一個區域 有兩個函數 一個叫做F 一個叫做G 它定義在AB之間 而且的話呢 它在AB之間是連續的 而且可為分的 好我們假設這個叫做F好了 這個叫做G 現在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這個算式的意思就是說 在AB之間一定存在一個C 使得說 在C這一點 F在C這一點的切線的斜率 這是F'C 這個G的話呢 G'C就是 在C這一點的切線斜率 這兩個切線斜率的比值 會等於FB-FA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它的割線的斜率 除以G的割線斜率 那麼這個算式的目的在做什麼呢 在做對於後面的部分 羅幣達法則的證明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麼我們緊接著就 對這個算式做一個解釋 以及來證明 好我們現在來開始證明 科西軍制定理的內容 證明之前的話 我先要先假設 一個新的函數叫做HX 它怎麼定義的呢 它是這樣定義的 F of X 減掉FB-FA 除以GB-GA 再乘上這個函數 那麼這個函數 H這個函數的話 它是一個GX跟F of X的一個線性的組合 那麼他們一樣 擁有F跟G原來的性質 就是可為分的 而且的話呢是連續的 那麼GB當然一定不會等於GA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要求 好那現在的話我發現了什麼 我看看啊 第一個 我們把A帶進去 H將A帶進去 它可以得到 FB-FA 把A帶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看一下 整理一下 做一個通分 好現在這個地方 FA 我們的話因為通分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變成了 FA 再乘上 G B 減掉 FA 乘上 GA 後面這個乘下去 減掉 FB GA 最後一個是 負負得證 加上 FA FA P Emil F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